很开心啊 OK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很好的一个伙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聊天伴侣 非常好的主持人 对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题目 其实就叫做 非常简单的 直接的 叫做我们谈谈金钱流动吧 嗯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就是非常的 就是给到大家 不用太多的遐想空间 其实就是在谈金钱的本质嘛 嗯 然后也包括之前 其实你在写课堂上面的 嗯 confirmed your speaking language 等一下好奇怪 哦没关系 就是对我的寸 可能让我就是去确认一下 我现在在讲的是什么语言 对 对 然后嗯就是像你就是我记得啊你在剪那个课宣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你以前在做就是嗯就是电脑程序的时候呢就是会说啊可能会一直以来就觉得可能做的越多其实会得到的收入越高 然后真的所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嗯对你可以讲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大部分人的思维嘛嗯对耶以前我在学AC之前你知道就是我们谈的所谓预设实相 我就在我就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以为我认为我想象或者我从小所接受到的那些观点就是我们只要认真努力付出打拼 然后别人就会看见我们的认真努力付出打拼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们就会因此而加薪什么的 好像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好 但发现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对因为呃我之前在一家公司上班嘛 那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了要对得起那份薪水 我每天花很多的时间例如说一天可能十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面 但是做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老板看我们是觉得你们都只拿薪水没做事 所以就会有这种这种你知道在自己的预设实相里面运作的时候 常常就会碰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 后来我学了A系以后才发现 哇原来这个世界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 对的对的 哦这一天其实我刚才想跟你说 你把我帮变那个cohost叫什么 就是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你一起 就是当我们讲话可能有时候有人讲话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经历一下 好 哦有啊有啊我有设定啊联系主持人 哦是吗 有已经是奇怪了看好像不行 ok没关系ok那所以呢就是然后不小心把他发给所有人 对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等等哈我先没有所有人哈 然后ok然后把你unmute一下 对对这样会比较好 yes perfect 对然后呢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是非常就是正确的 因为在我们的既定时下还有在我们的佐级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觉得啊我们就是一分耕耘一分就是一分努力一分就是收获嘛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以为金钱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逻辑 就是一个更下面的一个既定时下就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做老实人的话 啊我们做一个老实人的话就会得到比方说上天呢或者谁的一个眷顾因为我们就是最后一定会证明对吧 我们是比那些不老实的人会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呢就是在讲这个金钱流动的时候呢就我来之前我其实想了一下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有几个点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关于金钱流动嗯也包括等一下我会就是去回答一下刚才就是孟斯阳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啊他的一些疑问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好金钱流动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就是可能因为啊金钱其实可能应该说国际的经济就是大环境经济 确实我说的是就是大家的既定时下认定就真的没有比以前好啊 其实这个没有比以前好的这个对比是从什么来的呢 是从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啊通货膨胀啊还有就是说在物价涨高之后但是可能就是刚才G7也说了啊金水也没有涨得那么高对吧 甚至是我也直接说一个啊怎么办课程也涨价了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点我想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其实钱不是变少了这个世界上面的钱从来没有变少过 只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认为了认为了世界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改变了我们在金钱运用的模式还有方式 我们对他的观点和态度改变然后你才会就是从更多的可以说是小心保险但小心保险慢慢就会变成是匮乏啊 对慢慢就会变成是匮乏因为大家觉得啊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这种匮乏里面我害怕将来又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你越害怕越恐惧你就会放很多能量在那个上面你会投射信实像出来就觉得啊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 其实我另外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法其实都在创造 所以真的要去先履清一下你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你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因为未来未来的结果不是啊不是有你的现在的努力决定的 而是是由你自己要一个什么从你的能量系统从你的信念去创造出来的啊 所以你的未来是决定了你的现在而不是你的现在的努力去创造了你以为会有的未来 这个点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清楚这个如果你现在一直就是在那种 很怕很会发很恐惧很觉得什么东西都要非常的紧巴巴的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的未来其实就会创造那样子啊你的未来就会创造那样子 嗯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刚才说到其实钱没有减少 我们是什么呢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既定史下所有的观点 我们新创造的这些保守型人格或者就是匮乏型人格什么样都好 然后我们去创造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去创造了不是减少就是不是减少的钱 是减少的就是可以说减少了减低的金钱流动 说钱没有少是金钱的流动性变少了在这个世界上面 明白这两个分别吗第一个是其实钱就是这个是钱的真实的absolute就是真实的总数 他其实没有变少过但是以前呢可能你是一直就是让他流动 但现在因为各种我刚才说的既定史下还有你创造出来的各种人格对吧 各种的运用方式反射性的东西然后让他的流动性变少了 但流动性变少之后他就会让你陷入到一个反应性史下 就会让他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减少我的开支 我是不是应该减少什么 然后你就会从汇法里面去运作 然后又从另外一个新的既定史下里面开始觉得啊 我应该就是减少了啊不行我不能负担这些东西啊 那所有这一切对吧所有你们创造出来的就是在这几年 创造出来的各种汇法型保守型保险型的人格为了去对应你们已经买入的 各种关于经济经济的减缩经济的退减对吧 还有通货膨胀等等的啊就是既定史下还有对此的反应性史下还有各种其他的五大 来合理化你现在的消费模式还有去附和这个世界所有的 一些啊就是宏观经济还有微观经济的观点的一切可以把他通通的车会并不在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park all night shirts boy kovets and beyond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先要捋听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循环里面走下去的话你就不会有你要的未来 你要的那个就是一直想要的那份轻松荣耀还有愉悦的喜悦的未来是 基本根本就不在你的祈求里面因为你从创造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他不在了他就是你是觉得他不存在的你就从那种啊紧拔紧缩恐惧害怕 里面运作的话那你怎么去创造你要的那个未来呢对吧那何况就是金钱的流动金钱其实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喜悦也是我们的 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的存有去滋养我们的一部分 你必须要有金钱才可以去创造一个真正的荣耀的人生我说的这个荣耀不是那种炫富的那种人生而是说是可以真的我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从来不会去因为某个东西而选择也不是有一种啊限制性的就觉得啊 选择的权利就是很大因为你自己选的你自自然然你就可以你要的就倒手就来 对好那这部分之后其实我也就我就开始讲一下就是有几个就是稍微啊就是金钱流动的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小提示吧但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可能只能讲就是四五个这样子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是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去把它踢开就是让它通通都走开了啊 而且这几个也是大家最近这三四年两三年吧两三年吧不要说三四年两三年常常会走进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些你们一些就是人性人性其实就是人格的一个构造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我发现了特别很多同学就是台湾的同学更是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特别的哎好有礼貌 很有礼貌的同学们其实就会怕什么呢啊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啊然后其实就是不愿意麻烦别人 对不对有时候觉得啊不想麻烦人不要了好像不想陷入人心啊不想去就是去麻烦别人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是 其实呃我在呃台湾一直在讲我发现哎好像大家都有一个一个火头禅就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那个 然后嗯然后嗯然后我觉得有一天我是觉得这是什么对吧我也讲 但是有一天我在讲其实我在 我在不好意思什么我在不好意思什么我真的在不好意思吗还是我只是为了去说而说 然后当我们在不好意思的时候呢其实就在拒绝 我发现了其实真的能做到金钱的流动性高的人都是不害怕麻烦别人也愿意别人麻烦他的因为你看一下其实麻烦别人和被别人麻烦是什么 说底了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而已 哦所以在多少时候我们在拒绝和别人互动并且把这份拒绝合理化成为就是不想麻烦别人或者不想被别人烦对吧 然后去创造就是各种的不愿意接收呢 你看就是这个也包括了就是在你们看就是那些很会做业务的人对吧不管是你是生意也好或者只是单纯的呃可能有一些小产品去卖对吧或者你真的有自己去做公司或者怎么样的你肯定其实人卖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里面你不能害怕麻烦别人因为人每一个人在我眼中他都是一个金钱人他是可以给你带来金钱的金钱啊 那所有这一切成天晓得那么多倍啊 还有所有我们创造出来的就是官女不能麻烦别人的这些应该说叫害怕麻烦的人格吧 还有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叫做啊 啊 啊 perismatic prism ok 那个什么什么追体牢狱的啊 什么追体牢狱的评论我们可不可以把它通通的摧毁并不再创造 嗯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ump up all nine shorts voice pove that and beyond 啊有录音的对因为金钱老师已经在录音了啊 没没事放心对好 第二个呢其实啊第一个点我们说了你你有想说的吗 之前 ok好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啊 要愿意去做一个 嗯怎么说呢 要愿意去做一个做梦的人 而且你的梦要可以你的梦是可以去赋能给别人也可以承受自己的那种梦 什么叫愿意去做梦呢 其实就是你看嗯 可能在疫情的一开始或者疫情之前啊 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想法 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什么时间开始大家就觉得好像会对所谓的对现实低头了 然后觉得啊什么东西都是实际一点吧 不要老是想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很多的一些创意性的东西其实会下去了很多 那其实任何的创意任何的梦其实是可以你看看 为什么我说要去做一个愿意做梦的人呢 因为每一个梦想它其实就是一个创造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带来魔法和奇迹 还是可以邀请更多人一起去参与的一个魔法 当我们没有就是这个叫做去邀请别人的时候对吧 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回到了那种啊 各就是每个人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吧 不要想太多了也不要去就是太多人的去群体去做一些什么事 我觉得no不是这样的大家去想想你有什么真的是希望你想去做的 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如果你的金钱时间精力特别是第一个啊 金钱时间精力都不是你要考量的问题呢 对吧如果这些是你可以去让人一起对吧 你可以邀请更多人去成就你 而且其实大家一起去努力 有时候真正的金钱不仅仅是我们能看到的钱 其实也包括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那份能量 我们自己那份能量还有那个频率对吧 它就是加进进来 它就会慢慢的去产生一种化学作用 这个化学作用它会出现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效应 包括就是我们物理化的金钱 你要愿意去做梦你要愿意去想到一个哇 什么样才可以去让更多人喜欢更多人有利的 因为利己的利己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去想不仅仅是利他是利所有人 那这个梦你要去想啊怎么样去为他 而且可以邀请所有人跟你一起去买单 那这个可以增加你的金钱 信我啊这个可能说的有点有点比较没有那么的 就是这个可能说的有点缥缈一点 这个你们要慢慢去琢磨 因为这个也是邀请你们去看看有什么事 就是只有你可以去创造出来的 而且你可以去做那个领袖领头样的 然后是大家可以去生发出来的 因为你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很多人愿意贡献给你 只是你从来没有问过而已 好第三个呢就是 第三个呢就是 如果呢你不好意思谈钱的话 那不好意思了 那真的不好意思了 你的金钱流肯定不会多 所以不要不好意思谈钱 这个不是说就是要做那种非常的 什么都要把钱谈在嘴边 就是应该问的时候就要问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没关系这个同学可能 因为他前天问我一个事情 他咨询我一个事情 他可能也会在这个 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客户 那客户因为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企业 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人家欠他款 欠了可能两个月左右吧 然后他就说那那我怎么样可以拿回这笔钱呢 对吧 毕竟人家是那么有名的啊 那么有名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那他欠我就是就是一笔款项 那我说那你要去问呢 我说第一你要先把会可能你觉得说钱会得罪人 或者还有你连接到很多人已经买入的那种一说钱会得罪别人会破坏关系的观点 先就是清理掉啊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的就是那种一谈钱可能就会破坏关系 所以你们有多少同学对吧 多少同学其实都有那种 谈钱的话一定会摧毁破坏的关系 或者就是对关系是就是谈钱伤感情这样子的观点呢 那所有这一切还有这里面所有的既定实相 还有所有维持这一切的五大啊 我们可以把它统统的吹毁并不再创造吗 嗯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m, pop all night, shirts, wise, covets and beyond 好,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应该问他 好啊你该怎么办 因为有些时候你该进取一点 你该积极一点你就该积极一点 我说你就直接问他 好啊那这个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办 然后我让他也去拉能量 然后结果人家的其中一个就是那个 可能是小职员吧 就是约他出来去谈 然后谈就是类似说啊你们这笔账 那个公司换了一个主管什么的 然后他不认 所以呢方案就是要不然就是我们付你一半吧 对吧 然后我说这个是不行的 你就说如果你要找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他讲过 你直接跟他说这不行就律师诉讼吧 嗯 然后他说律师诉讼的话就是之后就没有合作了 那我说没有合作的话你提问一下 如果都已经是那么不讲信用的人 你跟他之后还会想要有合作吗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点对吧 第二点就是你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第一我说你是一个主管的级别的他其实找一个小职员 就是出入门的去跟你对接也是不对等的 对所以就是这里面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一直可以去拉 还有去推的 我说真的如果只是给你50%50%打发你你OK吗 他说不OK 我说对啊 所以你就要去找别人 就是不要不好意思谈钱 该谈的时候该要的时候 都要要 啊 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把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不好意思人格 也要拿掉 没有这个东西好吗 就是该拿的福利该拿的钱 该有的待遇就要拿到 因为当你不去拿的话 别人只会一直去挑战你的底线 然后去把你对吧 就是去一直扎干你 他不是因为因为就是觉得你要就是必须要欺负你 只是这是人性的一个东西 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好拿捏的话 我就要继续拿捏 对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 第四个啊 第四个是 啊就是不要 有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努力 不要过度的努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过度的努力 为了去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结果呢 才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你过度的努力的时候 对吧 你就会其实让别人知道 哦 原来 他那么厉害哦 原来我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 待遇 对吧 如果你们是上班的话 他就可以做到那么多 那我就多给他一点工作 然后你心里面就越来越不平衡 所以这时候就要去提问 提问一下 到底对吧 怎么样才能做出是对我来说是轻松的 而且是刚刚好对吧 老板上师对吧 领导主管等等 他们可以去看到 同时间 看到 而且就是看到的那种程度 然后什么时候是我可以给他展示到我的才能 但也让他知道我还有更多的才能 是可以用到的 同时是需要更多的奖励 才能被激发出来的 啊 这个也是很像以前我我也我也有上过班 我有上过班的时候 我上班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其实就犯了这个错 哈哈 这个错就是我一一个人可以扛上两三个 没问题啊对吧 所有东西都给我做了 每一次都是我不想干了 然后结果就是加薪对吧 加薪加加什么 啊 升升级 就是职位还有 升职位还有加薪去留我 那没有用啊 然后最后我发现了 就是我 特别是我学了AC之后我才发现 哦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对那些完全毫不留恋 因为根本 就像刚才孟姿说的 可能跟我的价值不对等啊 那你那么努力干嘛呢 对吧 其实你在努力给别人 谁看呢 你给你自己看 你给别人看 我们唯一就是值得超越的是自己 你如果有那么多的精力 你不如把它把它用来在发展在其他的一些 对吧 创造有就是可以给你创造收入的东西上面吧 对吧 你不需要做一个无限存有 不需要去证明给任何人看 你有多少的价值 因为这个价值是你本身的 嗯 然后嗯 嗯 第五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是我最喜欢讲的一个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做一只皮修 知道怎么是皮修吗 嗯 就是皮修就是呃 就是神话里面的古代神兽 那他就是据说是龙就是龙生九子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一个子 然后他的特点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从来对 从来都不会吐出来的 然后呢就是我开玩笑说对 我们不要做一只皮修 体修 为什么呢 就是不要便秘 不是 不是不要便秘 就是因为也是 又不要能量便秘 因为在这个上面呢 这个世界其实是流动的 金钱其实也是必须要有流动 才会创造 所以这里面 其实真的想要去给到大家的一个点 就是不要害怕花钱 这个就是我想要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 去给到大家表达的一个东西 花钱不是一个问题 你要看的是我如何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花钱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真的把它花掉 就是消费掉的花掉 另外就是这个消费掉的花掉是一次性的 另外一种就是我要用它创造 所以你要愿意去让它去流动 其实让它用在一些可以带来更多的东西 那这个流动就是说 其实就是我们在中文不是有一句话 叫那个叫水吗 就是财为水吗 水也是流动性的 它也是需要流动它才会生财 它不动的话它就叫死水 它是会动的话其实就叫生水 所以就是它必须要动才会生 所以有时候就是好像在这些时间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能花不要花不行 那我去问一下我可以 如果特别是有一些同学 有一些人就是强迫性爱花钱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 那我就会问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就是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可以为我创造更多更伟大的 还有更多的一个更大的未来的更荣耀的未来 也可以为我生更多的金钱呢 对吧 那这个不就不一样了吗 不一样了吗 所以真的不要害怕 花钱 所有我们对于花钱 所有的定义 所有的意义 对吧 这里面所有的那个叫什么 追体 牢狱的 评判 对吧 让你一直就是只是徘徊在这些评判里面 看不到其他可能性的 可以把它通通的摧毁 并不再创造吗 嗯 right wrong didn't bed home clock all night short spice 对 然后 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也可以稍微 虽然稍微过了一点时间没关系 就是去讲一下这个我 这个可能会冒犯到一些同学啊 同时也是我一个中心的建议 就是 我们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我们叫做三五成群在一起 啊 就是我叫做抱团的朋友 可能是因为我们 其实你会发现一些三五成群的朋友 通常 不是因为可能性而聚在一起的 通常啊 不是一定 而是通常是因为他们共享一些限制 共享一些限制 可能是大家 嗯 感情上受过创伤 大家可能就是金钱上面 不充裕 可能他们也有过什么样一样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 我可以提醒你们去提问一下 其实 真的 继续在这个小团体里面 对你 你的未来和你的金钱流 真的是一个贡献吗 因为 我们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 他有一些特定的每个人都 都是一个特定的频率 特定的政庭 你越沉浸在这些里面 你越跟他们混在一起 越听一些故事 你越会在他的这个限制里面 对 所以 偶尔 我在想 因为前一阵子 为什么 这个这个点 为什么会来呢 是因为 我有一个 有人问我 你其实你最好的 那个叫做朋友是谁 我说 我有几个好朋友 他说那你会 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说 不会 那你会有一 就是一群吗 我说 我会有一些 我会可能一年见一次的 就是我小时候长大 但是我不会 很刻意的去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 因为我不喜欢听 可能 就是大家 一样的一些东西 一样的一些限制 一样的一些什么 对吧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 我拿到一个评判就说 那这样子不会很孤独吗 然后我在想说 哦好啊 如果孤独的话 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就是孤独可以不用 不用有限制的话 啊 换过来说 我不是说大家啊 就是要孤独才会没有限制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孤独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人 每天可以去互动 每天可以去创造 对吧 关系可以有共荣性的关系也好 或者说共创性的关系 我每天都可以选择 啊我今天可以跟谁玩在一起 然后 具有一些更棒的未来呢 而不是说要可以的 一定要一个人 对吧 黏住一个人 然后因为你黏住一个人 其实你很多时候会共享 他的一些限制 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财务 非常的紧绷的朋友的话 我非常由衷的建议你们 减少跟他们见面啊 真的 因为这是会 这是一种量子纠缠的一种互相影响 这是我也是一种我观察下来 就是说有财务问题的人 都会跟财务问题的人聚在一起 其实财务问题都喜欢财务问题聚在一起 有钱的人 然后我就发现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有些财务问题的人 就会跟我说 有钱不跟我玩呢 我在想 是这样的吗 不是 是因为你已经第一 你已经决定了他不跟你玩 第二个 是确实他自己就是能够觉察到 你带着很多的限制 你跟他在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觉得好累 可能不大有 就是可以 没有不大有空间 所以其实什么样的人 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频率 对吧 就会带来一些这样子的 所以当你改变 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想法 对吧 改变你的信念 当你就是为了你的未来去创造 你去要求的时候 其实就不一样了 也确实是有很多所谓的有钱的人 身边圈子有一些就是可能不是说特别富裕的人 但是他们也会慢慢的富裕起来 因为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去管这些东西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空白的空间 他们愿意接收 所以当大家愿意接收的时候 财富也可以找上门 也就是我们去改变 我们觉得金钱是限制的 金钱是少的 金钱是现在很难的 这些想法 也不要再听一些朋友 在你旁边一直说 怎么样怎么样很清楚 哒哒哒的一些故事 那就慢慢可以改变你们的金钱流动 好 那基本上就是这六个吧 今天就 嗯 好的 然后当然我有就是我会回答 刚才的同学的问题 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呢 金钱有什么就是要会想要去补充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很棒 对啊前面总共呢 这几点真的每一点都 就是在讲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以前的我也是就会有这些状况 当我们把这些限制性的观点整个把它 拿掉了以后真的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对 刚才我知道你你刚才说的就限制性的观点嘛 同时间你说限制性的观点 的时候 其实那个当下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 我听成了坚持性的观点 所以你们有多少人其实在坚持着你们的限制是对的 是正确的 然后被被被这些坚持 所折磨 对吧 所困扰 然后并真的 就是缩小 减少 还有限制了 你们的金钱流动 那所有这一切 成天晓得那么多倍 我们可以把它通通的摧毁 并不再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m pock all nine shards pots and beyonds 是啊就像Lucy说的现在没有朋友了 其实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 不需要有固定的朋友 也不需要有一些就是一定要大家共享一些东西的朋友 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 你可以有 就是比方说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不是一群的 啊 我们不是一群的 而且更棒的是我跟我的朋友们说 来我们 我们做朋友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约定 就是如果你看到我在做什么愚蠢的事情 或者我们互相在做什么愚蠢的事情 可不可以直接说出来 啊 不要客气 哈哈哈 就是不要客气的直接说出来 要不然就是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会比较开心一点 嗯 好 嗯 对 好的那我先回答第一个同学的问题 那就是刚才季晴也说就是啊 如果现在也不是在经营生意 也不是在经营做一些什么的一些可能 也不是在做老板之类的 那这个事业的喜悦对吧 事业经营不一样的课程可以给大家一些什么 其实我想要讲 那个课的名字就会有点 可能误导大家 其实这个事业本身 我们在事业的喜悦本身 事业是代表什么呢 不仅仅不是 就是你在做的生意啊 或者经营的公司啊之类的 其实我们最大的事业是我们的人生呀 是我们自己 对 今天也自己去指一下自己 对的 就是你如何经营你 你如何经营你自己 你如何经营你的人生 对吧 如果我说另外一个词 可能你们就会就会一听就懂 现在我们都会说个人的IP 对不对 嗯 你就是你自己的IP 那如果你就是你自己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你的IP呢 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他们都会发各种的自媒体 啊这个这个不关我什么 我真的不但发 我自己怎么用 就是那种社交媒体 之类的 就是因为他们在做IP啊 那所以这里面也会说啊 如果你要去做 好过好你的人生 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对吧 这个就是用社交媒体来 过好自己的人生 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比方说最简单的 是用能量上去提问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比方说我自己也好 自己也好 还有我身边有很多其他朋友 就是用提问去 还有更多的工具去 改变事情 它的本质 然后它如何的走向 嗯 让原来不可能的 变成是可能的 好像 我其实在可能经营着 嗯 一 二 三四 四五个吧 四五个吧 四五个就是 啊不止不止 对对对 五个 五个 比较 宏观来说是五个吧 五个大行业的 就是夸度的东西 那你问我是不是每个都是专业 其实是六个 其实是六个的专业 我可以跟你说不是 我不可能每个都是读本科 都是有非常就是 专业在里面 专业的很深入 就是如果你愿意去成为 那个叫做全员的东西 你愿意去成为那个全员 你愿意去知晓 你愿意去成为你愿意去接收的话 你愿意去成为那个操控操 好控一切的东西 别调一切 其实都可以比较轻松 我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IT的 然后他是做一个某一个IT公司的 游戏公司的主管 然后他就问哇你怎么 就是还可以支配你的时间很厉害 我说对啊 因为我从一开始我的铺垫就是 我要做一个甩手掌柜 就是说我不用特别的去 太过分的去投入我的就是心力 然后我找到的partner 就是我找到搭档 他们都是死死的 而且他们喜欢 不是我强迫 我没有强迫 是他们喜欢把他们的 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投入在那个里面 所以我只要在一些重大的决定 或者投资啊 还有在数字上面去看的话 就加入我那个部分 那就OK了 所以我才说不能考验 也不能逃避看钱 因为你逃避看钱 谈钱的话 你就不愿去看 也不愿去接受数字 但你就会在这些上面不清晰 然后你的人生里面就是你用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就是要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就是那个清晰度 我们拥有那个清晰度之后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选择 那在事业这个就是事业经营不一样 免除了所谓的事业就是如何去怎么呢 协调你整个人生 因为包括家庭的人 有家庭的人 他们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说真的一个家庭主妇 是一个超级厉害的CEO 我做不到 因为你要调好所有的人际关系 就是你老公怎么样 你公公婆婆怎么样 你孩子怎么样 你自己的父母怎么样 我 我就是 Oh No 对 我就觉得 好烦 不行 对吧 然后我就不会调这个部分了 然后 但是你看其实这是社会的一个威胁 对吧 从而你可以把这一份等力 其实放到 对吧 放大 然后衍生到各个不同的层面上 然后资源是如何去分配的 你看得到这个谁 比方说你老公是一个 呃 是一个只是喜欢做的人 你就给他就是任务 他不喜欢沟通 不要跟他去说 就是不要跟他去聊天 聊天这个部分可能给某个某个人去做 对吧 然后你的孩子是一个特别喜欢去生发型 很多创意的人 他就去创意好 然后要不要采纳是你说的啊 等等 那后面还有一些就是 更多的关于金钱的部分 金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那么多的一些提示 再加上 再加上 很重要的是 金钱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 能数的在银行里面的那种钱 其实也包括我们愿意接收 已经选择接收 还有那些还没接收 还没选择接收的贡献等等 嗯 对 好 然后 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提问吧 就是孟斯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个案的那个应该是价格的那个事情 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这个上面就比较 其实这个很比较直接 就是如果你自己都觉得我我做这个 我做这个就是个案 你做的不开心 哈哈 你做的不开心 其实你做的不开心的时候 你是不不会想做的 很简单 就你不会想做的 嗯 然后 当你发现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一下是不是时候调价格 嗯 还有调价格的话 是轻的还是重的 对你的未来会有扩展性的吗 会扩展你的未来吗 好像你说你发现这贡献度已经到了3000了 那你可以提问 那到了 这个也有一点 到了3000和别人能不能够接收3000也是是两两马子事情 所以要提问什么样的价格是对我来说 是我我可以接收的就是我OK的同时间也是对于错误来说是有功就是也是他OK的 就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共鸣的价格 嗯 对 好 最后一个就是 Bera问的要上班 工作环节中需要互相配合的很多 但是同事经常不好 不想被影响 怎么样呢 可以更好的 嗯 这个这个前面那个那那堆啊OK 先不要理 后面那个提问其实还可以的你可以去提问一下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空间啊 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空间去允许 这一堆这一堆所有疯狂的同事呢对吧 愚蠢和疯狂的同事呢 我前一阵子我哥哥给我发发了一个一个一个表情就是他在IG上面下载我看一下他写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他写的是不是我变得越来越易怒而是我身边越来越多滋涨对 然后这个就是啊 三三三姐三姐妹的群里面就发了这个很好笑吧 好啊 是的 其实就不要理会这一切 就是不要被吸入进去 就是你觉得你是被吸入进去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理会 先问 这跟我有关吗 还有我一直要保持我刚才那个 我可以成为什么样更大的 无限大的空间去允许所有在我身边的智障 什么愚蠢和疯狂和疯狂呢 那会允许这些的 好的那今天就差不多 嗯还有什么吗 应该就没有了 对吧 谢谢季千 谢谢 最棒了 好的那之后 就是大家可以等待录音啊 等一下最后一下 就是我们的呃 呃 事业经营不一样的线上课程 其实是下个礼拜 我知道时间 但有点短 同时间也是大家可以去提问 嗯 一下这个 比方说我选择他的话 会创造什么样的未来 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如果我不从既定实相 还有反应实相里面去运作啊 啊 啊 这个之后会传出来你放心啊 家头 我会让呃 让一样给出来 然后第二个 另外一个新的消息啊 寄签可能之后也要帮忙一下 就是我会有一个 我突然有个想 不是突然有一个 前前两三天有个想法 我想做一个小课啊 就是小课 然后那小课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都啊 在其实 不会提问 哈哈 里面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 幼儿班一点的就是手把手 大家去提问一下 那这个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不过最后可以去看看 因为 真的我发现大家很多提问 就像一个结论一样 哈哈 就是那种 我我我现在我现在想不出来 但是我看到我说到很多提问 嗯 这是提问吗 还是一个结论 不就是一个结论吗 或者他 明明就是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先就是去把这个部分 搞清楚 嗯 好的 那今天就先这样呢 晚安 拜拜 是的 谢谢大家 拜拜 对 看了老师的BDD课 在10月4号到10月6号 3天先上课 对 欢迎大家报名 可能是假期 所以欢迎大家来 好 拜拜 拜拜 好